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为了让孩子健康长大 政府也做出了许多的努力 现议员28号进行总咨询的时候 就特别就相关的托育政策和县政府进行讨论 也希望县政府继续努力 让孩子安心就读 也让家长能够更放心 从小章鱼事件 看台东县整体的托育资源 这是议员黄志维28号总咨询时 与县府探讨的主要议题 台东没有公立的托育中心 台东只有公私协力托育中心 就是我们发包给民间单位 去做经营的一个托育中心 目前整个台东的名额 总数量是62个英额 私利的部分有139个名额 保姆的部分也有192个名额 但是整个台东县有将近3000个英额 这是目前0到2岁的总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公私协力 托育中心100个人里面 只有2个人能进到这个环境之中 4.7个人能够进到私利的 6.5百分比能够进到保姆系统 从这个数据来看 我们讲家外的托育率 当然不是台东县这样子 我相信整个台湾都是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本期在这边要跟县长讨论 就是说我们未来该怎么规划 让台东能够有越来越多 当然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 但至少能够让需要的人 能够进到我们所谓的托育中心 黄志伟也希望 县福能够持续营造友善的托育环境 让孩子安心就读 也让家长能够更放心 记得潘俊伟台中市报导